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栖攻击舰能力的多用武军舰 西班牙当初建造此舰时 是以战略投送舰作为定位的 那么它究竟应该叫什么 轻型航母 两栖攻击舰还是战略投送舰 两栖攻击舰这个概念 相对来讲它比战略投送舰 可能要更早一些出现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轻型航母 或者叫直升机航母的基础上 那么专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说 一艘这种轻型航母 它有全通甲板 然后它可以搭载大量的直升机 那么能够在船上面容纳 一支相当规模的部队 然后能够利用直升机 来支援这支部队 进行一场空地一体的 这种三维化的登陆 那么现在来看 对于胡安卡罗斯一事号来讲 西班牙海军也是一方面的 把它视为轻型航母 那么对于它搭载F-35B的能力 很看重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 它也是西班牙海军 登陆编队的核心 所以我们说这个三个概念 都没有问题 胡安卡罗斯一事号的研制 与西班牙海军的战略调整 息息相关 冷战结束后 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 西班牙海军的战略重点 由深海返潜 向滨海作战和兵力投送转变 为增强远程投送 及两栖作战能力 西班牙海军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开始设计建造 加利西亚籍两栖船物运输舰 满载排水量超过1.3万吨 加利西亚籍虽然是专为 两栖作战设计的 且排水量较大 但该极舰搭载的直升机数量较少 而且只能同时起落两架 垂直登陆能力有限 加之其舰上搭载的登陆作战人员 数量偏少 在登陆作战中不具有兵力优势 它的远程投送能力有限 难以满足西班牙海军所需要的两栖投送和登陆作战能力 因此 西班牙海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了新一代两栖战舰的研制工作 两栖攻击舰是20世纪50年代 根据垂直登陆作战理论发展起来的建筑 其特点是射有类似轻型航母那样的直通甲板 可同时操作多架直升机起降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 两栖攻击舰越造越大 并开始肩负一定的制海制空作战任务 而轻型航母的吨位也在不断增加 而他们不仅仅作为舰载机的海上平台 还逐渐担负起人员和装备运输 人道主义救援 国际维和等任务 在制定新一代两栖战舰方案的过程中 西班牙海军也在讨论未来航母的角色问题 当时西班牙海军只有一艘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 定期维修时会出现无航母可用的情况 因此他们一直希望能获得第二艘航母 以补充远洋实力 基于战略需求与经费有限的双重考虑 西班牙海军决定把两栖攻击舰和航母合而为一 增加搭载战斗机能力 即把两栖作战 兵力投送等 作为新舰的首要任务 并具备支持航空作战的能力 于是胡安卡洛斯伊士号便应运而生 2008年3月10日 在纳凡蒂亚造船公司费罗尔船厂 胡安卡洛斯伊士号两栖攻击舰缓缓下水 通过各种试航测试后 该舰于2010年交付西班牙海军 于2011年正式服役 胡安卡洛斯伊士号服役后 成为西班牙海军新一代舰艇编队的核心 该舰既可以执行两栖作战任务 又具备海空作战的能力 能执行 武力威慑 登陆作战 海上打击 违和 以及人道主义救人等多种任务 但是胡安卡洛斯伊士号服役后 西班牙海军的双航母设想并没有实现 由于军费缩减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轻型航母 在2013年退役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退役后 它的作战使命和舰载机 由胡安卡洛斯伊士号继承 随着西班牙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后 经济还是发展不错 那么西班牙海军的想法越来越多 但是西班牙海军就缺一艘航母 这个时候我们说胡安卡洛斯伊士号 搭载F35B的能力就很重要 因为它有华耀起飞甲板 能够一定程度上为两棲作战编队 提供空中支援 而且现在西班牙海军最核心的 还是把它作为两棲工艇 为什么呢 因为西班牙海军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说行动支队 那么第一行动支队实际上是它的驱护编队 那么第二行动编队的主力 或者是旗舰就是胡安卡洛斯伊士号 另外还有两艘船户登陆舰 对于西班牙来讲 它应该算是建造的 就是性能比较出色 还是两栖攻击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你看它最后 它的海军第二行动编队的组成 并不是我们说一个航空战斗群 而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两栖突击群 湖安卡洛斯伊士号建长230.8米 吃水线长205.7米 飞行甲板宽32米 吃水线宽29.5米 满载吃水7.1米 其排水量和航速可以根据作战模式进行改变 飞行两栖作战任务时 排水量为27097吨 最大航速19.5节 主要突出运载能力 充当航母碎行空中作战任务时 排水量24660吨 最大航速21节 湖安卡洛斯伊士号从总体外形上看 仍采用了航母的舰型 该舰的舰面结构 与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很相似 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 手段设置仰角为12度滑越式甲板 可以起降海耀或F35B战斗机 飞行甲板上设有两部升降机 其中一部位于舰岛前方 另一部位于飞行甲板末端中部 飞行甲板在设计中加以强化 使其能承受垂直起降战斗机较大的重量 以及喷管喷射强大的弱气 作为一款两栖攻击舰 湖安卡罗斯一式号在隐身性能上也下了功夫 全舰上层建筑各壁面都采用内氢设计 采用封闭式桅杆 尽量减少外露物 采用红外抑制手段等减小雷达和红外信号特征 从外形上看 湖安卡罗斯一式号显得很宽大 这样有利于提高稳定性增大舰内容积 该舰装备的信息处理系统 数据高速传输系统和紧急装备启动系统 可直接接收处理显示和转发传感器 及其他装备的信息 能处理和提供战术情报 综合气象信息 协助导航系统提供准确导航 西班牙的舰 它多用途的设计是它最大的特点 这样一艘舰可以解决很多的军上的用途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 它是一个造船的强国 特别是在水面舰艇上 无论是这种两栖攻击舰 或者是它的护卫舰 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它首先就是整体的设计 它这个设计的结构 是非常合理的 它有两台这样的升降机 都是27吨的这个能力 可以把飞机从甲板上运送到机库里边 又可以从机库里边 抬升上这个甲板 那这些设计 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 就是系统工程 跟它的建造工艺和它在实际中的运用 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设计理念 这样的建造效果 以及它的使用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特点 确实是达到了 就是两栖攻击舰的这种能力和作用 现代两栖作战 要求两栖舰艇自身 必须拥有较强的自卫能力 尤其是防空作战的能力 与阿斯托里亚斯亲王号航母相比 湖安卡洛斯伊士号的防御能力 得到进一步加强 它在上层建筑 舰尾和右舰舰守处 安装防空导弹和进程火炮系统 包括一部拉姆导弹发射装置 四座梅罗卡20毫米进防炮 两挺机枪 梅罗卡武器系统 作为湖安卡洛斯伊士号 最后一道反导防御屏障 具有自动搜索 跟踪和射击能力 射速3600发每分钟 由于这艘舰在射击的时候 主要是作为两栖攻击舰用的 所以它自身的这种打击能力 并不是很强 它的这个功能 主要不在于打击对手 而在于运送兵远 执行这种两栖的登岛登陆的作战 所以它主要强调的是 这个物舱 机库 这些容量大 而且甲板要开阔 它实际上自己真正的 就是自卫的武器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海盗来了 我可以打一下 还有就是飞机低空俯冲 或者是导弹 刘海飞行的时候 我作为最后一道拦截防线 我可以用这些武器 但是我不会用这些武器 去打水面上的这些舰艇 它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它在武器的设计上 并不是强调很强的这种 就是导弹打击的能力 而是强调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就可以了 两栖攻击舰毕竟不可能做到 与轻型航母一模一样 两者在结构和性能要求上 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该舰无法在每一项性能上 都做到尽善尽美 为了融合两种舰型 古安卡洛斯伊士号 在性能上有所妥协 但尽管如此 该舰的设计还是有些亮点 比如它的运载能力 古安卡洛斯伊士号 总运输量为6000吨 该舰分为四层 大型全通飞行甲板层 轻型车库和机库层 船务和重型车库层 居住层包括舰员住舱和舰载医院 其全通飞行甲板上 有6个飞机起降位 飞行甲板的船尾部分 可起降V-22轻转悬翼机 舰手滑越甲板 可起降海耀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 甲板上至少可同时起降 4架CH-47重型运输直升机 或6架SH-3D海王这类中型直升机 舰上可搭载航空部队人员172人 碎形 运输 反潜 防空 反舰和对地攻击 作战任务 飞行甲板下的第一层库房有两个隔间 一个座机库 另一个座轻型车库 机库位于尾部的住宿舱之上 面积约1000平方米 可停放12架中型直升机 前方的轻型车库面积有2046平方米 可装载轻型战车或停放18架中型直升机 这样机库和轻型车库 共可停放30架中型直升机 加上甲板上停放的6架 该舰共可搭载36架中型直升机 执行航母任务时 可将间隔拆除 把车库的空间也纳入机库 反之也可将机库的所有空间 用来容纳车辆和物资 作为两栖运输舰来执行运输任务 那么现在因为F35B还没有到位 所以它现在作为轻型航母来讲 这个固定翼战机的起降能力 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那么但是我们说它确实是一艘 可以搭载相当数量 不同型号直升机的 这样一个直升机航母 这点上没有问题 因为NH90这些相关的直升机 实际上已经到位了 所以西班牙海军一方面 会把它作为直升机母舰 那么这些直升机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执行 两栖的垂直投送任务 除此之外 其实执行比如说海上反潜 或者类似的任务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么对于两栖攻击舰的角度 或者战略投送舰这个角度 那么现在应该说是 西班牙海军最重视的一个用途 西班牙人还是很重视 它整个这艘舰的 两栖投送能力的构建 除此之外 机库和轻型战车库下面一层 为重型车库 与船尾的船物相通 重型车库面积3000平方米 可停放46辆主战坦克 比如西班牙海军陆战队的M60 西班牙陆军的豹2 车辆可由舰尾出入口 直接驶入或驶出 提高了装卸效率 这对于分秒必争的登陆作战来说 很有意义 该舰物舱长69.3米 宽16.8米 面积约1163平方米 能容纳4艘LCM11型高速机械登陆艇 或者6艘LCM8型机械登陆艇 另外还搭载硬壳冲气艇 物舱在必要时 也可作为车库使用 可多运载十多辆战斗车辆 该舰有宽阔的居住舱 和一个舰在医院 湖安卡洛斯医事号的医疗保障条件也不错 有手术室 检查治疗室 以及若干病房 提升了两栖作战的战场救护能力 在人员运输方面 该舰舰员编制为243人 航空部队172人 另外可搭载参谋人员103人 海军部队23人 陆战队902人 累计1443人 在执行登陆作战任时 可满足部队投送和登陆作战的需要 我们讲它的运载能力 就是意味着它能够一次 把西班牙海军部兵旅的旅部 和一个加强营 投送到滩头 湖安卡洛斯医事号 它在这个 等于执行两栖投送任务的时候 它实际上 要搭载一个加强营 870多人 然后还有这个旅部 旅部应该有差不多100多号 然后再有什么 比如滩头 你这个因为滩头 对方可能会有布雷啊 或者什么 那么你有20多个工兵 你还有172个飞行员 那么主要是直升机的飞行员 那么这些人呢 都能够一次容纳到舰艇上面 那么舰艇能够搭载的这些人员 还有他们相关的车辆 而且我们说在战场上呢 它能够把这些车辆设备人员 包括物资 全部都转运到 它的这个能够搭载的 就是我们说两栖登陆艇上面 然后有两栖登陆艇 把这些相关的装备送到滩头去 那么这个能力 我们讲还是挺强的 而且这个也是北约 在上世纪90年代 提出来所谓这个战略投送概念 西班牙除了自己的海军装备以外 还积极向国际市场推销 正因为该舰多用途的能力 为它赢得了国际市场 澳大利亚率先在2007年 订购两艘 用作两栖船物登陆舰 命名为堪培拉吉 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吉 保留了西班牙 湖安卡罗斯一世号的基本设计 共用相同舰体及基本设计 最大变化是取消了舰手的滑越甲板 湖安卡罗斯一世号 在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之间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它既可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 维持海运线的畅通 又能充当运兵船 为陆地输送兵力和物资 执行两栖作战任务 提升与陆军协同作战能力 还能充当舰载机机库 执行海空联合任务 湖安卡罗斯一世号服役以来 西班牙海军特遣部队 拥有了海陆空三期作战能力 它也将成为未来西班牙海军 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